我们可以练习强烈同情心的艺术 重新定义力量 结构孤立和更新社区意识 练习放下僵化的我们与他们的思维 同时培养应对困难情况的力量和清晰性 沙朗·萨尔斯伯格 许多人将善良与礼貌混为一谈 当我们意识到脆弱需要内在力量时 仁慈就是强烈的同情心 分离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建设社区需要努力 放下痛苦、固执和怨恨 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好处 一句善言可以治愈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